皇帝这件事办得还稳妥 试涉难遇圣帝来的大师 不能轻举妄动 本来请大师入宫 就是为了求战士福祉 儿子不会轻动 傅家 传哀家的旨意 先查查各宫里有什么动静 再留意安华殿人员的出入 不可妄生风波 是 其实 除了皇贵妃有嫌疑 宫中不少宫女 也很仰慕大师 这次夜里大师私闯宫中 也许是与宫女私会 才会误入一昆宫 看来皇帝 还是很维护皇贵妃 虽然有误证 却也不肯轻易下断论 安吉大师远来适客 咱们不能轻动安华殿 那就借此倾诉后宫 看看宫女们有什么不检点的 如果真有不安分的 那就打发出宫 是 奴婢即可举办 好 好 这事非怎么总是跟着咱们呢 后卫悬着 是非就会不断 也是 像淳贵妃那样的老实人都会去争 更何况是旁的人 看来孝先皇后崩世 淳贵妃失宠 家贵妃也动了心思了 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你去分布礼遇 让她看看 告发我的那些东西里边 有何不妥 是 请皇贵妃娘娘安 皇贵妃娘娘 后宫闹了刺客 怕是宫女们行为不检惹出来的 太后命奴婢搜查东西六宫 以证清白 有劳姑姑了 福家姑姑 奴婢是一根宫长室宫女 姑姑可先从奴婢的房中查起 姑娘方便我等刑事 多谢了 来 姑娘住的每间屋子 都好好的查一查 是 姑姑请 这事你怎么瞧 皇上 奴才不知事情原委 但总觉得 皇贵妃不是这种人 这朕也知道 皇贵妃是朕亲自挑选 情分不同 虽然有数样物者 但朕也不能全然相信 皇贵妃与大师有私情 皇上 事关皇贵妃明解 皇上擅重一些 也是好的 所以朕请皇娘来处置 皇娘虽然对皇贵妃不慎喜爱 但到底笃信佛法 不会轻易骗死 皇上还是很心疼皇贵妃的 皇上还是很心疼皇贵妃的 好 请家贵妃安 姑姑何事啊 家贵妃请恕罪 后宫里闹刺客 怕有宫女不检点 须得查一查 才惊扰了您安胎 黄贵妃宫里都查了 本宫这儿也没有不查的道理 姑姑请吧 那就讨扰了 站住 你这手上戴的什么呀 佛珠 这大小不是女子可以戴的吧 看着可像男子戴的佛珠 可要瞧仔细了 这蜜蜡佛珠的成色绝佳 是上上之品 绝不是宫里的太监 宫女能拥有的 也不是皇上素日用的尺寸 这个佛珠是哪儿的 说清楚 姑姑 姑姑饶命 这下可好 捉贼捉赃 姑姑请便吧 来人 把她带下去 姑姑 姑姑 我不是偷的 气象公收下搜了 我真的不是偷的 东里查出 姑姑饶命了 姑姑饶命了 这个丫头的佛珠来历不明 必得好好查问 奴婢先告退了 有劳姑姑了 我已经出了 还记得你 好的 这个家的 大物 会在这里 而最有的 不消灵 也不信 现在 我追不也 最有的 都会在你 这个人 那现在 你真是 你真是 因为 两个人 把这三个人 这两个人 只会 他 нем着 我 还 带在身上 这男子的佛珠 这样贴身带着 这艾尔实在太不检点 这安多 轻易将贴身之物许人 也太过于轻率 会不会 这安多才是 夜闯易坤宫之人 那夜安多在安华殿守灯 好多人都瞧见的 再说 艾尔住在兵室那儿 安多即便要跟他有私 也不会去易坤宫 皇娘 那你打算 怎么处决艾尔 鞭打一百 命河宫宫人旁观 以做训诫 是 现在查出来 这宫中闹刺客之事 与宫女们无关 那皇贵妃那里皇帝 你还得细查 儿子明白 你还得细查 对了 家贵妃得了物证给了你 那东西呢 那些污秽东西 不堪入目 全都封了起来 皇帝 怕是你心里 还不想面对这件事吧 皇娘 还是先处置了艾尔再说吧 这安华殿 也借着刺客之事 还是 不许 但你还想有什么 事 今天 是